雖然今天晚上下著雨 但是非常感謝大家 還是熱情的來到了 2022台北跟節的虎舞台前方 那麼當然要再一次的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收到了非常多的好朋友們 都不斷的反應 希望2022台北跟節可以再延長 所以呢 台北市政府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那麼在夜市 以及積合路上面的光環境的燈飾呢 將會延長到2月28號 所以要邀請還沒有來到現場 賞燈的朋友 也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麼當然更重要的是 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2022台北跟節 已經是來到了最後一天 那麼除了在我們的虎舞台上 有非常精彩大家 眾所期待的演出之外 同時我知道現場 還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們 可能都是因為我們這個 非常特別的主燈 也就是我們的 宇宙飛船台北四零而來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再一次的 帶著大家 一起來欣賞最特別的主燈秀 不過在這之前 LISA也要提醒大家 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進場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實行這個實名制之外 同時呢也要請大家 務必全程的 將您的口罩給佩戴好 更重要的是 現在下著雨 大家務必呢 撐起你的雨傘 那也要小心旁邊的好朋友們 那我當然也要跟大家 一起來分享 我們宇宙飛船台北四零 其實有一個非常可愛的故事 我們的駕駛員就是台北翔虎 那麼他駕駛著宇宙飛船迷航了 但是啊他看到我們士林的美食 還有在地有非常多溫暖的人們 所以他決定要降落在士林 而台北市政府呢 也決定要邀請我們的宇宙飛船 來擔任2022台北燈結的主燈 那麼希望可以把這個 滿滿的活力 創意 還有呢很重要的正能量 帶給每一位好朋友們 也要預祝大家在2022年 我們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順心 那麼當然更重要的是 要跟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們分享 台北翔虎 除了有精彩的主燈秀之外 那麼使用我們的台北通APP 還有燕子即將抽大獎的活動 那麼呢只要在我們的三大燈區 那麼每一個燈區只要集滿五個 想虎章 總共加起來是十五個想虎章 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麼呢完成的次數越多 中獎的機率也越高 今天是最後一天 要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的電子即將活動 好 當然更重要的是 我們馬上要一起來迎接 這個最精彩的主燈秀 剛剛有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宇宙飛蟬 它的編號就是台北四鄰 那麼四鄰呢 其實就是台北四鄰的